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去对兵马俑一号坑的军政认识 就认为它是一个以第六个锅动为中心的 那么对称的这么一个排列 那么我们这次有的一些突破性的认识 它的很多细部它还有规律性可言 我们第三次发掘这400平方米来说 那么八锅的我们发现 它的前驱的战士是拿长兵器的 它的后半部分的战士是拿弓弩的 九锅动也是十锅动是全部是拿弓弩弩的 那么十一锅动绝大多数勇都是拿弓弩的 那么有几个勇是拿弓弩弩的 但他们都是军官 比如说它的前驱排列全部是战跑勇 那么我们叫前锋部队 那么前锋部队的两侧是一种勇 我们叫戒则勇 戒则勇的中共部军出的勇 都是这个头上是原技的勇 原技勇的后边发现的全部是扁技勇 不同的法式拿的武器不一样 在军空中的站的位置不一样 可能在作战过程中承担的任务也不一样 我们可能对军阵的了解更加直观了 更加具体了 我们想尽快地把这些资料公布出去 还有更多的人要供他们研究 考古就是解释历史谜团 我们可能离解开这个谜团又更近了一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